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华为进行了更细致的风度 规定任何厂商出售给华为的芯片 只要是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 这样一来 如果要为华为海思芯片代工生产芯片的话 都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这一招毫无疑问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 说的直白点 就是有可能致华为有险境 华为在员工新生社区也贴出了这张图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可以说是非常的悲壮 接下来我们就分两部分说一说 第一部分说一下 2019年5月16日开始的禁令 对华为这一年产生了影响 第二部分再聊聊 今年5月16日的新的禁令 对华为未来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 以及究竟会有多严峻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 2019年5月16日开始的禁令 对华为的冲击其实主要是海外市场 我们来现在看看海外市场受冲击的程度 我们先看一下今年一季度各个手机厂商 在全球出货量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一季度都非常差 全球的出货量是下滑了13% 其中前五大厂商里面 三星下滑了17% 华为下滑了17% 苹果下滑了8% 小米和微博还不错 逆势分别增长了9%和3% 那在市场份额方面 三星作为老大市场份额是21.9% 华为第二市场份额18% 苹果第三13% 可以看到就2020年一季度的市场份额 和2019年的一季度差别不大 这个是全球市场出货量的一个数据 就是里面包含了中国市场的出货量的情况 接着我们就来单独看一下 中国国内市场各个厂家的情况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市场下滑的情况 比全球市场严重一些 总共是下滑了20.3%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前五大厂的分别的下滑情况 华为下滑的是最少 下滑了4.4% 其他厂商基本都是15%以上的下滑 小米甚至下滑了33.8% 所以你看国内市场 因为华为下滑的最少 所以华为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反而有一个提高 提升到了42.6% 几乎快占到了半笔降产 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美国对华为近零一年以后 华为加强了本土市场的攻势 迅速的抢占了其他厂商的市场份额 就美国的禁令 这一年把华为逼的收缩战线 加强了中国市场的大本营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关键的数据 也就是华为一季度在海外市场的一个出货量 对数字敏感的朋友应该已经察觉到 全球市场下滑17% 中国市场下滑4.4% 如果扣掉中国市场以外的海外市场 那肯定是大幅下滑 事实上数据也是这样的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 华为手机在2019年一季度的海外出货量 是3202万台 到了2020年一季度 就只有2048万台 同比是下滑了36% 那这个就是美国禁令 一年之后对华为的巨大影响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华为在海外市场 它的机型基本以高端机型为主 都是卖到5000、6000 甚至7000、8000的这种机型 那利润率可以说非常丰厚 所以海外市场出货量的下降 它不光是一个对它整个量的打击 同时更重要的是 对华为利润本身有重要影响 其实去年的美国禁令 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其实并不是硬件层面 华为其实还是可以造手机 高端、中端、低端都不受影响 都没问题 主要是问题出在哪 问题主要出在软件应用层面 因为华为的手机 根据这个禁令 它就不能再用谷歌的应用大礼包 也就是谷歌的应用商店 你像Gmail、YouTube、Google Cloud 一系列的谷歌应用都不能使用 也不能使用Facebook的一系列应用 如果在海外生活过的朋友就知道 谷歌和Facebook这种基础的应用 在各个层面已经渗透到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可以说每个人都习惯了 使用谷歌和Facebook的各项服务 就跟在中国一样 你习惯了微信 习惯了一些最基本的软件 你就平时离不开这些应用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你买手机 你可以换一个品牌的手机 但是软件层面的这些应用 你是真的离不开谷歌和Facebook 这个就直接冲击了华为 在海外的市场 本来华为和谷歌、Facebook 这些公司 它并不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但是美国的这一禁令 等于逼着消费者 在华为和这些软件公司之间 做选择 消费者也没办法 毕竟对谷歌、Facebook 这些软件的依赖性更强 所以只好放弃华为手机 然后去选择三星、苹果 或者小米和vivo这些品牌 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从2019年5月份 开始的禁令 对华为的冲击 冲击主要体现在海外市场 主要体现在软件层面 华为的手机的硬件制造 基本不受影响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 新的这种加强版的禁令 对华为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冲击 为什么说可能 把华为置于险境 讲这个之前 我现在讲一下芯片的产业链的结构 这个有助于帮助大家理解 后面我讲了芯片的产业链 后面的一些情况 芯片的产业链 从上游到下游 它其实分为芯片的设计 制造和封装测试 其中封装测试技术含量是最低的 中国也占据了一部分的产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2020年的一季度 这是全球前十大封测厂商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名的日月光 这个是台湾的厂商 安靠第二名是美国的 后面你看江苏藏电 这个是中国的 这是一家上市公司 名字叫长电科技 然后第六名看到也是中国厂商 叫通福威电 也是上市公司 还有第七名的天水滑天 在中国叫长电科技 也是上市公司 这几家中国厂商 因为都上市 给大家可以看到股价 今年涨得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我就再提一句 就是你看全球封测厂商 一季度的零售数据 好像都还挺好 没有受什么影响 但是那是因为封测环节 是整个芯片产业链的下游 它有一定的滞后性 等到第二季度或者下半年 你就会看到封测厂商 它的业绩也会大幅衰退 好 这个是封测环节 对华为可以说基本没影响 我们然后再说一下最上游的芯片设计环节 这一块说实在的华为做的挺优秀的 华为的芯片公司叫华为海思 华为的高端机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华为海思自己的自研的芯片 这个芯片叫麒麟 代号麒麟 华为的海思发展可以说非常迅速 从2016年的260亿的营收 一路增长到2019年的842亿的营收 三年时间翻了三倍多 如果化上成美元就可以达到120亿美金 美国的芯片有两大巨头 一个是叫高通 一个是博通 他们在2019年的营收分别是243亿美金和226亿美元 可以看出海思已经在快速追赶 而且逼近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设计公司 所以华为在芯片这一环节 说实话真的是做的挺厉害的 国内的其他手机厂商 你比如Vivo Oppo还有小米 他们的自研芯片基本都没成气候 基本还是靠买高通的芯片 所以总体来讲 就华为在芯片设计这块 已经实现了自力更生 而且实力还挺强 当然有董行的朋友会说 这次新的禁令 它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芯片的设计工具 EDA 它也在禁令范围之内 这一点确实和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在2019年的实体清单禁令里面 华为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美国的EDA的芯片设计软件 和来设计芯片 只是美国厂家可能不会继续提供那种升级服务 现在变本加厉更严厉了 如果你使用美国的这种芯片设计软件 设计出来的芯片 也会受到美国禁令的管制 也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 所以这样华为海思芯片的设计环节 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面临严峻的这种生存危机 大家知道EDA芯片设计软件方面 可以说基本都是由美国的公司把持的 主要是三家 这个叫Cadence C Knowledge Mentor 这三家美国公司垄断 短期基本是没有什么厂家可以替代他们的 最后就来说一下最为关键的芯片制造环节 刚才给大家讲了风测 还有设计 风测基本不受影响 设计 华为海思自身的自研能力也很强 只不过它的芯片设计的工具 要用到美国公司的芯片设计软件 最后我们说一下制造 制造这块是对华为来说是最棘手 也是最致命的 芯片其实早期的发展 它本来是设计制造风测一体化的 但是后来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 芯片的设计制造和风测环节 它逐渐就分离了 所谓数业有专攻 目前芯片的代工制造环节 主要是被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所把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数据就是截止到2019年三季度 大家可以看到 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 达到50.5%的份额 第二名的是三星 18.5% 这里面还有两家中国厂商 分别是中芯国际和华红半导体 这两家企业都在上海 市场份额都很小 中芯国际是4.4% 华红半导体是1.3%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 它不是市场份额小 而是他们的技术都比较落后 主要是体现在芯片的制程上 制程基本还在14纳米以上 排在第一名的台积电 它领先中芯国际至少两个制程 说的如果通俗点 就是技术它有代差 台积电的技术可以说领先中芯国际 至少两个身段 至少领先好几年 台积电目前已经实现7纳米芯片制程的大规模量产 未来将向5纳米制程 大规模量产去演进 所以大家感受平时买手机 感受最深的就是手机不停的更新换代 很快每年甚至每半年都有新机出来 而且芯片的功能是越来越强大 体积越来越小 能耗越来越低 所以这个就是芯片制程的不断演进 在越来越小的晶体管上 布置越来越多的集成电路导致的 这次美国新的禁令 影响最大的就是华为芯片的代工制造 就是你设计出芯片以后 没有工厂可以帮你代工制造了 因为受到禁令的影响 由于台积电 它代工制造的设备 就是半导体设备 它使用了美国公司的技术和半导体的设备 因此它受到禁令的约束 其实这个限制 它也不光是针对台积电的 你像三星 中芯国际 华虹半导体 如果给华为芯片代工 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没有哪家的半导体制造厂商 能完全脱离美国的技术 和半导体设备去独立运行 所以其实芯片产业 本来是全球协作分工的一个产业 也是全球化浪潮的一个产物 国际间的分工协作 在芯片这个产业 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半导体最上游的材料设备 到半导体的设计 再到半导体的晶圆代工制造 一直到最后的封装测试环境 全球各个国家 各个行业 各个主体可以说是密切合作 协同作战 本身是全球化浪潮 分工合作的一个典范 如今美国对华为的封杀 大家如果再往细想一想就能明白 其实它本质是要把华为 乃至中国踢出芯片的全球产业分工链条 好了 这个就不再隐身了 但是很明显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中国经过40年的努力 融入这种全球化的浪潮 全球化分工的体系 受益是颇多的 如今面临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要把中国从国际分工中踢出去 不管这次华为事件也好 还是外资产业链的持续撤离也好 其实都毫无疑问的表明了这种趋势 美国这个禁令本身 它也是杀敌一千 自损一百 给华为带来生死存亡危机的同时 也让本国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企业的销售收入 会大幅下降 同时也会给台积电的收入带来很大的影响 逼着台积电 说白了就是选边站 因为华为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营收占的相当的比重 大家可以看这个数据 那2019年华为就给台积电贡献了361亿人民币的营收 同比增长非常快 增长了80% 那占到台积电整体营收的比重 从8%提升到14% 苹果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 在2019年给台积电带来了583亿的营收 占比它是24%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大客户的华为已经到14%了 苹果是23% 这两个体量都非常大 那可以看到华为其实已经是台积电已经不小的一个客户了 如果失去华为这个客户 台积电毫无疑问也将损失禅重 好 我们再说最后一件事 就是5月15日 也就是禁令发布前的一天 台积电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芯片代工厂 那造价是120亿美金 大家知道芯片的这种制造的投资都是巨额的资金 基本都是上百亿美金才能玩得起来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基本都是重量级选手 那工厂在2021年开建 预计2024年投产 主要是用于量产最新的5纳米的产品 那5纳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程技术 由此大家可以看出台积电它被迫选边站 那它也没办法它不得不选择美国 那一方面第一大市场就是美国 从台积电的营收你可以看到 来自美国客户的收入在2019年占到59.3% 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 那来自中国大陆客户这边的收入 是在2019年占比是19.6% 所以说从市场这个角度来讲 它对美国有强大的依赖性 第二就是半导体设备和技术这况 也是对美国有非常大的依赖 那在半导体设备方面 美国的厂商就是占到半导体设备市场的40%的份额 非常大的一个份额 其中在沉淀 课食 离子注入 清洗 检测 这些关键的工艺方面 基本就是美国的那几家大的厂商 比如应用材料 范林 这几家大的厂商 它确实具有独占的这种优势 而且经过长期这种量产的检验 你短期很难找到替代的厂商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年5月16号 这次美国对华为的新一轮封杀明显是升级了 上一轮的封杀还只是影响软件层面 就是你不能使用谷歌 Facebook这些海外的主流应用 进而导致华为在海外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这一轮的封杀 是直接是冲着更为关键的硬件而来的 就是你直接就芯片就不能造了 你的芯片就没有人能帮你代工了 直接的冲击了华为的大本应 也就是国内市场 进而就可能会危及到华为的生死存亡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关于华为的分析 将来有机会 我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人类当前乃至未来最重要的产业风口 就是ICT产业 也就是集生电路和互联网产业 这个产业在人类社会财富的比重 明显是不断的在提高和增加的 这个无形的可以就是说 无形的ICT产业的体量和重要性 正在压倒式的超过有形的这些产业和资产 包括商品 财富的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在发生改变 包括这些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这明显的财富的形态和财富的比重都在发生变化 那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支持点赞评论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